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海大校園街訪 我是主持人Kevin 我是主持人佑 欸 你這段時間遠距都在做什麼事情 欸 我都在家裡就是耍廢啊 就是上課時候我都那邊玩手機那邊上課 而且還超級不認知 我也是 我都跟老師掛稅 然後我還會去抽別人的那個牽頭密碼 然後抽完之後就做自己 對對 我也是 欸 同學密碼給一下這樣 分身數 其實我也蠻好奇其他學生在遠距9年 都在做什麼 對 我也很好 這樣你就只會看其他學生在遠距8期間 都在做些什麼 好 廢話不能說 走吧 遠距教學對你的影響 廢廢的 上課前五分鐘才喜歡 可以睡得比較早 對對對對對 9.22課9.18起床 以前都還要化妝 然後在日系館 第一個是考試 遠距考試的話 例如要防止做我們的價格進行 不是每個人都有那麼好的辦法自製場地 教學期間的休閒娛樂 看每天的確診人數 最具實反之好 我就每次都休閒一樣 聽起來是原劇 我覺得最折衷就是兩個都要有 實體有實體好 現場也有現場好 就是實體的話就是 有些時候問實體會問的比較好 實體 現場 都還好欸 都接受 學校處理有方式 要這麼想法嗎 我也不知道學校哪個處理 但我看迪卡 就是不會改現場 就感覺會實體 然後一直下去 就讓大學生變白老鼠 就一經傳播嘛 然後就要全經演藝了 我覺得學校會有在第一時間 就公佈那種教學這點 還不錯 我是覺得學校可以表達一下 我們學校自己想法到底是什麼 就學校 學校 遠距教學 對來說的影響 比較方便 比較避免風險 可以不用太早來學校 跟同學的交流 可能就比較沒有那種的經濟 遠距教學來說對你的影響 對 問問幾個幹嘛 對 其他就是沒什麼影響 我在覺得還是比較方便 就不用出門 去教學期間的消息娛樂 打遊戲 看書 在家裡面看一些 喜歡的漫畫書 看電 因為反正電腦都開著 所以就瞬間切換 你希望實體還是線上呢 政府如果說都要共存的話 那就是實體 那如果是要清零的話 現在證明也是重傷的 就是遠距啊 那我們就是希望遠距啊 就有很多時間可以做幾個人 不用怕或會被傳染到 遠距比較輕鬆 就不用出門了 很方便 你每天不知道 好幾萬好幾萬 就是會怕怕的 雖然有打過疫苗 但機能很小 然後用這個密集在教育 對於學校處理的方式 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可以再更殘定 像學生選擇也是 需要遠距 處理的方式就太慢了 沒有一個實質上的幫助 清明年假之前的嘛 他都已經回家了 然後才說什麼 主色不能動 然後要塞進 學校也不給出一個正確的回答 現在給人家吃飯的地方 真的有一點 好像跟難民一樣都在外面吃飯 你要展示聽外面那個桌子嗎 對啊 那兩邊啊 遠距教學來說 對你有什麼影響嗎 上學不方便啊 遠距教學期間裡的休閒娛樂 做shopping 哪邊這種switch規限 希望遲起來就線上了 我希望線上 因為我不知道 然後現在疫情又很嚴重 大家口罩戴好 然後請舉手 噴酒也不知道 我覺得學校可以聽學生的一點 到底是 要線上還是 讓學生自己決定 對 對於學校的處理方式 可以有什麼想法嗎 有點消遲 禮拜五上午通識可以有確診 可是禮拜一卻收到要居家的通識 所以我覺得還蠻慢的 那時候要全部 遠距的都有點突然 我起床才知道 喔 遠距了 那個車票 住的比較遠 車票定的取消 定的取消 對 還有電話的手續 他考試用今天實體 所以我們已經跑了三個禮拜 就起走考了 遠距教學對你來說 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就是讓我更不專心上一課 因為有時候上一課 我就開始打遊戲 你去教學期間你的 修行與樂是什麼 做餅乾 我超喜歡紅腿 你希望實體還是線上的 可以有實體看也有線上 例如實驗課 或者是體育 人這樣面對面的操作 會比較有利於學習 對於學生會的處理方式 你有什麼想法 學長借了很努力去 宣找學校給的資料 雖然學校很容易出的反而 出的反而不是我們的問題 是學校上面的資料下來 就一直在變變變變 因為我以為在看什麼 後面也很連絲 你應該可以打分數 明明年假的時候 就原本說要回學校 然後我就說 欸 我們要趕回去 對 有學人住很遠 或是領導這樣 跟機票抽票這樣 超麻煩 好 那今天的訪問結束之後 我發現大家有些人希望可以繼續實體 然後也有些人希望可以用人具上課 好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追蹤我們的臉書 IG YouTube 這樣都可以介紹我們第一手的消息 那今天以上就是我們大概的訪問 謝謝大家 我是主持人Kevin 我是主持人Yo 大家再見 拜拜 謝謝 來吧